早期症狀不明顯 所以很多患者發現的時候已經擴殺了 今天很開心請到臨床腫瘤科專科師俊健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師医生你好 Hello 你好 我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肺癌講到頭號癌症殺手這麼害怕 其實最常要是頭號癌症殺手 最常見的肺癌類型是什麼呢 其實肺癌有分兩大類 一類叫小細胞 一類叫非小細胞 最常見都是非小細胞為主 可能接近有八成都是非小細胞的種類 當中大概有分一些叫輪座癌、腺癌等等 其中腺癌比較常見 大家都覺得食煙可能會導致肺癌 其實是否真的食煙是跟肺癌最相關 還是還有其他公銀因素可能會導致肺癌 其實你說得對 目前為止吸煙都是肺癌的主要原因 當然一些二手煙都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就是一些化學物質的吸入 例如建築物料、石煙都會增加肺癌的機會 另外就是家族市 如果家族裡面有人有肺癌 都會增加那個人本身患肺癌的風險 值得一提就是近年都多了一些個案 是非吸煙的肺癌的患者 這班病人裡面我們常見一點 可能是一些女士又沒有吸煙 還有患者的腺癌比較常見 想問一下肺癌最常見的基因特變類型 是什麼 或者這一類的患者有什麼特徵 肺癌當中我們去到基因的層面去分析 最常見就是一個叫EGFR的基因特變 佔了可能有大概四五成左右 這類病人通常發現的時候 都伴隨著有一些可能的轉移 比如說腦轉移、骨轉移 對他們的生活質素都有一定的影響 剛才說過肺癌早期都沒有什麼症狀 其實患者通常在什麼期數發現確診 還有早期其實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其實因為我們的肺容量很大 如果初期的肺癌很小顆 很小的腫瘤 未必會有任何病徵 所以我們見目前為止 都是比較多的病人 都是發現的時候比較慢期的 可能是腫瘤比較大 甚至沒有轉移 他們的病徵可能包括是咳嗽、咳血、 氣粗、胸口痛 如果去到一些轉移的情況 可能是骨痛、體重下降、 沒有食慾等等 如果想早些去發現肺癌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或者測試可以做到呢? 其實要早期發現肺癌的確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一些叫做低劑量肺部的掃描 Lodal CT 看肺部的 我們發覺這個輻射量低 還有一些沒有病徵的人士 去到早些發現到有這個可能性 是初期的肺癌 那醫生可能會針對病人的年紀 有沒有吃煙、家族事去給意見 那如果對於早期的肺癌 現在大概有什麼治療方法? 如果早期肺癌 就是我們通常定義為在肺裡 沒有任何明顯的擴散、轉移 那一般這些情況 目前為止 可能是以手術 是一個最能夠根治得到的效果的治療 那當然也有些病人 是未必適合做手術的 那我們也會考慮電療 電療效果都可以很好 又或者當腫瘤去到中期的時候 電療都會更加多會用到 另外一些情況就是手術後 或者電療的時候 都有可能部分病人 我們會考慮一些叫化療 這樣會提升過療效 如果真的有患者 切了那個腫瘤 其實是否代表不會復發呢? 復發的機會大概是多少呢? 其實肺癌和其他癌症一樣 就算是一個初期 看似初期或是切除了之後 其實都有機會復發的 因為有些癌細胞 可能是都沒有任何病徵的時候 或者任何掃描都未掃到的時候 已經很微細的轉移開了 到我們割完那個原發的地方 可能藥乾的時間後 在其他地方走出來 或者有形成復發的情況 如果以肺癌來說 可能是視乎發病時候的期數 也會隨著期數越來越多 復發的機會會抵增 可能是由第一期的 可能四五成左右 到第三期的話 可能都有七八成機會復發的 如果想減低復發的機會 其實有沒有說 可以做到什麼輩助的治療呢? 其實在切割了之後 一些叫輩助治療 或者減低復發呢? 其實個案來說 我們會看他的手術後 一些病理報告 去看有沒有高危的復發的因素 那部分病人 可能我們傳統上 都會考慮要做化療的 那用的藥呢 叫做柏金裏的化療藥 那到現今年代 其實我們對肺癌的認知都多了 那也都在基因層面上 可以做一個分類 譬如剛才提過的 EGFR類型的肺癌的病人 如果手術後 他可能有1B至3期 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有些叫口服藥 是一些標靶藥 針對EGFR基因特變 都可以很有效 減低方法的機會 如果數據上 我們說他有一個 無復發的存活期 可能都有幫助到超過一倍以上 另外一個5年的存活率 是可以接近九成的 那當然啦 部分病人可能未必有基因特變 另外不是很適合吃標靶藥 其實我們還有時候 都會驗一個PD-L1的指標 如果這個指標是呈陽性 這些病人都可以考慮一些 免疫治療 去減低病情方法的風險 如果本身是閻民 或者家裏有肺癌的家族市 就可以盡快諮詢醫生 看看需不需要做進一步的篩查 今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甚麼意思 還有一束 多用 vital